我要知道为什么这56本 你拉出要我们出去就一定有摊位 为什么会被取消 告诉我那些摊伤 我们原本的位置是给谁 是原住民族吗 还是非原住民族 不然我要去砸招牌 切的都想要砸招牌 会这么生气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去年经过花莲县府开会申请 甚至开过说明会的花莲原住民一条街夜市 无预警裁撤掉56位摊伤 26号进行第三次的说明会 县府决定要让撤出的56位摊伤 改到邻近的福丁路 临时摊位来摆摊 让摊伤代表非常不满 大家先暂时到福丁路这边来进驻 7月8月我们到福丁路这边进驻之后 那9月份以后 让大家要到哪个地方来移民 如果我们目前没有人进去 还是很求大家就是说 可以先进驻的话 那我们在7月8月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好好地来讨论 对此县府只表示因为当初的设计规划有误 对摊伤申表抱歉 但依旧没有说清楚原因 对于未来迁到福丁路的临时摊犯后续规划 还要等到8月之后再做讨论 此话一出让摊伤不满的情绪更加愤怒 现场直接表决不愿进驻福丁路 不做流浪贪犯 广连县府赤字数亿元打造的东大门商圈 其中原住民一条街就花了三千五百万来兴建 即将就要在7月1号开幕迎客 但恐怕里面没有族人摊伤 对于县府没有说明 猜测的原因以及后续详细的规划 摊伤认为这是花莲县长选举的支票 根本就是骗选票 扬言近期要到县府来抗议 表达不满 记者综合报导